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天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大陸的軍事崛起 在自己家門口被認為 軍事實力已經超越了美國了 所以您覺得呢 美國不斷什麼退出 台灣這個所謂第一島鏈嘛 那是不是也知道說 根本就沒有辦法在這邊 跟中國大陸正面對決呢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借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來聚焦說 中國大陸軍事崛起 一起來看到 印度媒體的歐亞時報 它有特別報導說什麼 它說呢 中國大陸研發出了 飛天潛艇喔 哇你看這個名詞好酷 飛天潛艇 然後呢可以用最小的代價 摧毀航空母艦的防空的能力 說的是一款呢 由哈爾濱工程大學所研製的 這個飛天潛艇 歐亞時報認為 大陸這一款呢 具備能夠潛水 飛行能力的特殊裝備 或許可以用最小的代價 摧毀一支航空母艦的戰鬥群 防空體系 好說的這麼深 我們一起來看看哈爾濱工程大學 它的一個科研團隊 它展示的這一個來看到 有兩個 長工一號 還有長工二號 這兩款 長工一號跟長工二號 兩款的跨界值 跨界值很厲害對不對 這叫跨界值的飛行器 兩者的差別來看到 長工一號 待會你看影片會 對 也會看到 長工一號它是固定翼的一個設計 好 那長工二號呢 它是摺疊翼的一個相關設計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珍貴的畫面 我們看到它從水裡面飛上來 然後再去進行攻擊 這是根據哈爾濱工程大學研究團隊 它的介紹 這兩款跨界值的飛行器 有效載荷其實來到一千克 那具備隨時可以切換到 飛行或潛水的一個狀態的能力 所以它可以飛 也可以潛水 那另外在潛水的狀態的時候 它們最大的深度可以來到多少 最大的深度是一百米 好 剛剛的視頻當中 研究團隊在某處的水庫 展示了剛剛的這兩款 跨界值的飛行器的使用效果 只見到它們釋放出之後 它直接潛入了水中 然後潛航大概半分鐘之後 再自行浮出了水面 切到了飛行狀態 一下潛水 一下飛上來 然後在穿越水面的過程當中 這兩款的飛行器 都自帶系統獨立 完成一系列的調整姿態的工作 那整體的運行看起來十分流暢 來看看 包括了研究團隊的成員 王寶旭 這位同學他說呢 他說在跨界值飛行器的領域當中 開展深入的研究時遇到蠻多困難的 最大困難就是穿越水面對飛行器 尤其是飛行器航行的干擾 畢竟大家都知道空氣跟水是完全不同的價值 密度差了多少 差了800倍以上 同時團隊的負責人孫向仁博士 他也補充說在水下 你看在水下的時候 飛行器需要很堅固的材料 要克服水下壓力 水下大家都知道雨壓力 所以飛行器要很堅固 要抗壓性很好的材質 大家都知道 明顯這會加大重量 因為要抗壓 但是在空氣當中 空氣中需要很輕巧的機身 實行飛行的效果 越輕越好 所以這跟水下的潛艇 它的材質存在矛盾 你又要水下又要水上 這兩個其實是矛盾的 因此研究團隊需要研究在 減輕重量的同時 也能夠保持機身它本身的強度 因為要有水下的問題 他們在這個問題上 的確花費了非常巨大的時間 從跨界質飛行器的研究團隊 當中介紹當中 你可以看到研究這個領域的難度 可以說是非常的巨大 它必須要克服什麼呢 像是有材料學啦 還有包括基礎力學啦 以及空氣動力學 還有流體力學 這些諸多尖端的領域 科研的難題 才能夠產出最後 您剛剛看到的成品 好 根據哈工程的研究團隊表示 他們研究這一款 跨界質的飛行器的目的 是要搭載什麼呢 高清的傳感器 對於大氣邊界啦 跟海洋邊界進行科研的工作 但是呢 印度的媒體歐亞時報說 大陸的這些飛天潛艇呢 在軍事領域的應用前景 也是極為的廣闊 他認為說什麼呢 他認為提到說 在未來如果解放軍能夠怎麼樣 如果解放軍能夠用所謂的中小型的 跨界質的飛行器 那就可以足以對航空母艦的戰鬥群的防空體系 構成很大的威脅 好 歐亞時報就說 除了哈工程大學的團隊 看看有哪些中國大陸的團隊也有在做這些事情呢 他提到了什麼 像是南京航天航空大學 西北工業大學 之前還被害的嘛 非常厲害 西工大 還有呢 北京航天航空大學 這一系列的大陸高校呢 也都擁有這種跨界質飛行器的領域 科研的團隊 其中他特別提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設計的一個成品呢 甚至還可以在飛行達到了 每小時120公里的速度 好 歐亞時報表示呢 這代表了中國大陸在這個領域 就是跨界質的應用的前景 真的很感到興趣 實際上呢 對於這種跨界質飛行器 在軍事領域的應用 大陸國內早就有專家提出自己的一個意見 比如說山東煙台的海軍航空大學教授呢 紀萬豐 他在呢 電子光學跟控制期刊當中 刊了一篇論文 他認為一款的跨界質飛行器 只要達到了150公里每小時的這個飛行速度 還有呢 他飛行 他潛下 能夠潛到100米的下潛的深度 他就可以大幅提高躲避航空母艦的戰鬥局 探測手段的成功率 好 紀老師他指出來說 現在航空母艦的防空依靠的是什麼呢 依靠的是雷達 以及來看到呢是反潛依靠的是聲納 但是呢防空還有反潛他存在自己有衝突喔 那當呢防空 尤其來看到是航空母艦的這個戰鬥群 他需要重點防空的時候 艦隊他必須要分散開來 他分散開來 擴大自己的防空警戒的範圍 他分散開來 那當呢航空母艦戰鬥局 需要重點反潛 底下水下的反潛的時候 他則是要密集 他則是要靠攏的 這是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要靠攏 一個是要密集 那這個呢 反潛就是要密集 增加反潛的火力的密度 很顯然這兩種體系是矛盾的 因為他矛盾 所以就會被跨界值飛行器 給加以利用 你看你一下要這樣分開 一下要集中 那跨界值就可以按照你 你需要擴大的時候 他就用另外一個方式 跨界值厲害就在這個地方 當飛行器感應器 偵測到敵方航空母艦雷達信號 你要密集的時候 那他就怎麼樣 他就潛到水裡面 直接潛到水裡面 躲避你的艦隊防空的一個偵測 敵方你要進行反潛的工作的時候 結果他就升空了 等於說你要看下面 他就升空 你要看上面 他就潛在下面 所以跨界值他厲害就是這樣 他因此可以躲避聲納的探測 所以跨界值飛行器 如果將他水面化來進行 沿體的話 可以不斷的轉變 他一下在上面 一下在下面 就可以很快速的躲避他的一個偵測 然後接近到敵方的航空母艦 並且發動攻擊 從紀老師的一個說法論述當中就可以體驗到跨界值技術真的對於中國大陸海軍的意義非同小可 如果未來在解放軍海軍得到批量的應用的話 那麼解放軍的海軍呢就多了一種低成本便捷化反艦的手段 不少軍民可能也會認為說 這個技術難度蠻高的 目前大陸跨界值飛行器 只能局限於中小型的一個體量 戰鬥部 可能也是1000到5000克左右而已 你真的能夠摧毀敵方的數萬噸的航母 你是不是有點不切實際呢 但是陸美來看到陣將他就提到 這個問題說明大陸的思路真的需要再更加開闊了 如果填充傳統的彈藥 那麼區區數千顆的戰鬥部 的確對於大型戰艦的這個傷害率真的是不值得一提 但他說如果不是呢 如果他填裝的是這一款 就是電磁脈衝炸彈呢 如果是這一款電磁脈衝炸彈呢 他一枚小型的電磁脈衝炸彈的重量 大概就是10公斤以內 按照中小型跨界值的這個 所謂他們的飛行器的發展的話 他說這個重量完全是可以被搭載的 而原本的小型電磁的脈衝炸彈的缺陷 在於破壞範圍比較小一點點 只能夠破壞半徑百米範圍的電子設備 如果不能直接投放到航母上呢 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但是剛剛說的這個跨界值的飛行器 他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因為他完全可以用低成本的手段 而且呢大量投放小型的電磁脈衝的炸彈 可以使得美軍的航母呢 徹底失去了信息化作戰的能力 雖然大陸沒有直接去集成航母 但是對於一場海戰來說呢 也被說非常關鍵 集成它的相關系統 好那再來看到說到中國大陸軍事實力就要提到了 2023年大陸空軍的展望 包括殲20 他也許怎麼樣 也許可能會突破250架喔 那殲16也許能夠達到了400架 一起來看到陸美書件雜談 他盤點中國大陸的軍事實力 提到關於2022塊結束了嘛 我們看看2023年 他說2023年的展望呢 表示中國大陸空軍有幾個蠻值的期待的亮點不少 2016年大家都知道齁 來看到在珠海航展上呢 第一次殲20的隱身戰鬥機參加了珠海航展 在6年的時間內 他已經造了200多架的殲20隱身戰鬥機 而且考慮到他生產的速度不斷的加快 就是脈動生產線 因此在2023年 中國大陸空軍裝備的殲20的隱身戰鬥機的數量呢 可能會來到多少 可能會一次突破了250架的門檻 我們一起來看看殲20多機編隊長航時跨區的機動 這十年我們切身感受到 裝備升級對戰鬥力帶來的躍升 作為心智戰鬥力量 我們更要擔負起自己的職責 摸清裝備比數 發揮裝備最大潛能 為實現建軍一百年 奮鬥目標 貢獻力量 另外展望2023年的時候陸美也說殲16戰鬥部的數量也許會多一些 渴望可以達到多少呢 渴望達到了400架這麼多 這個大關口 那殲10C戰鬥部的數量 陸美則是說不太好說 因為中國大陸空軍這幾年其實沒有大規模去訂購殲10C戰鬥機的相關的徵兆 但是它數量也許還會少一點點 另外以運20來當作它的一個平台的新一代大型空中預警機 也就是空警3000也是值得期待一下 在2023年出現的機率雖然不高 但是放出風聲的機率還是不小的 原來這個4架的空警2000大型空中預警機已經服役好多年了 再加上它使用的平台就是這一款 也就是1276戰略的運輸機 的確也該了有一個新的大型空中預警機取代的時候 所以空警3000才會引發關注 另外大家也關心中國大陸無人機領域2023年會怎麼樣呢 陸美也說這個也不太好說 為什麼呢 大陸的軍用無人機型號真的太多太多了 我們這次珠海航展看了那麼多嘛 他就說真的也需要單獨開闢一篇的文章來好好講 真的太多了 但是他可以確定的是說 來看到是忠誠牢記的部分跟無人機的空戰化 就會使得中國大陸空軍在2023年的兩個重要研究方向 大陸空軍的中程寮機 這是中程寮機嘛 應該不會是某一類特定的無人機 而是多款無人機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作戰體系 可以說讓什麼呢 讓殲20啦殲16啦它可以自由來使用 另外呢從翼龍3查打一體的這款無人機呢 你可以發現它可以使用PL11紅外格鬥空空導彈狀況上來看呢 實現了這功能普遍化 而且尋求無人機的超視距空戰能力十分重要的 如果能在2023年實現這個目標的話 陸美也說呢 對大陸空軍也是有個進一步很大很大的貢獻 加大對於無人機力量的發展 同時也可以呢 逐步降低對有人駕駛的依賴 但無人機就傷亡 人員傷亡就會少一點點 而說到大陸空軍實力呢 則要提到德國的航空專家安德烈雅斯 他有特別提到 他提到說他在個人的社交媒體平台上 對大陸的戰機的體系呢 進行了很簡單的總結 他認為中國大陸有殲-16 殲-16已經是不亞於美國F-15ES 還有俄羅斯蘇-35S的作戰的能力 不過他又補充了 說解放軍呢 還有曾經有一款戰鬥力量呢 比殲-16還要更強悍的戰術的飛機 他叫做殲-11D 他說如果這款的機型當初沒有下馬的話 那麼最強的中國大陸第四代重型戰鬥機的桂冠 就是他了 安德烈雅斯啊 先是對中國大陸空軍呢 進行四代機有進行劃分 他認為大陸海軍的裝備 戰術的飛機可以分為 第一款叫做空優戰鬥機 空優的戰鬥機 第二款叫做雙座多用途的戰鬥機 以及艦載的戰鬥機 好 一起來看看他怎麼分類的 第一個在空優戰鬥機裡面呢 他提到的是這一個 蘇-27SK 是中國大陸空軍最早引進的四代機了 在中航工業吃透了相關的技術之後 摸透了之後 蘇-27SK的國產化的項目得到順利的施展 衍生出中國大陸像是呢 殲-11A啦 殲-11B這些諸多的型號 此外呢 大陸空軍後來也引進了蘇-35S 蘇-35S呢 它也被列為是這個空優 要取得空優的戰鬥機 安德烈雅斯呢 他則是認為說 空優戰鬥機就是中航工業的傳統研發的重點 因此呢 大陸在這個領域擁有大量的戰鬥力 不屬的國產戰機 實際上呢 在殲-11B之後 中航工業還陸續出了什麼呢 陸陸續續出了一些像是呢 殲-11BG啦 還有殲-11BHG啦 這些不同的型號 而他們在航電 在火控的系統上 也得到了一定的升級 好 剛剛說的是第一款空優的部分 好 第二款呢 是雙座多用途戰鬥機裡面呢 來看看有包括哪一些的型號在裡面呢 他提到 從俄羅斯原裝進口的 蘇-30MKK這一款 然後還有呢 就是有拋磚引玉的作用 而後來呢 大陸要求俄羅斯升級之後的 蘇-30MK2呢 也是在這個分類當中 好 另外呢 中航工業在解決空對面 制導的難題之後 也成功研發了 國產多用途的戰鬥機 也就是殲-16了 以及該機型的電子的版本 殲-16D 看到D就是個電子的一個版本 好 至於呢 艦載的戰鬥機 第三款 目前中航工業的成果來看到 就是殲-15了 我們看到好多次的殲-15 從艦載機起飛的畫面 好 它已經在遼寧跟山東兩艦的航母上呢 形成了戰鬥的力量 好 安德烈雅斯 這個德國專家也說 大陸殲-15呢 大概還有四個型號 分別是雙座型的 來看到 有這個雙座型的 還有來看到 就叫做雙座型的 這叫殲-15S 還有電子戰飛機的殲-15D 一個是S 然後還有一個15D嘛 然後再來看到 具備電磁彈射能力的殲-15T 這個地方 以及航電系統進行升級的殲-15B 你看有這些不同的系統 按照中航工業表示 目前大陸最強的四代機 應該是重型多用途的戰鬥機殲-16 它不僅具備優秀的對空能力 也擁有卓越的空對面的打擊能力 高達怎麼樣呢 高達來到了12噸的載彈量 以及超過了1500公里的作戰分析 你看這麼遠 那它是不折不扣的炸彈的卡車 但是德國專家阿德烈雅斯他認為 大陸之前也研發過一款 比他還要強的對空能力 比殲-16更強的機型 就是殲-11D了 殲-11D來看到 它其實是一款重型的空優戰鬥機 首次試飛時間是2015年4月 它配備了有源相控陣雷達 看我節目就知道 有源相控陣雷達 就是比無源相控陣雷達厲害 這意味著它的航電表現 已經配備無源相控陣雷達的蘇-35S 遠遠把它拋到了後面 而在武器掛載方面 殲-11D有非常優秀的表現 譬如說它為它配置了PL-10的近距離格鬥彈 PL-12中距離空空導彈 還有PL-15的遠程空空導彈 意思它就是遠中近 通通都有 但是你可能會好奇說 那為什麼它這麼強 而最後卻沒有辦法能夠繼續生產呢 因為它就卡在殲-20出來了嘛 殲-20更強了 大陸發展太快了